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手分开与肩同宽 食指完全分开 左关键微微弯曲 让你左关键不要超伸 不要耸肩 肩膀变宽 然后让膝盖上往后磨动 双脚抬高 胸部中心往前移 这个时候腰部不要插线 另外一个就是肩膀往下插线 所以用腹部的力量向上推 让你的腰部保持向上 手臂也要推避 让你的胸骨的位置不要往下塌陷 不要逼头 也不要扑回仰头 让你的脊柱成一条直线 下巴微微内松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动作加难 当你那只脚向后踩出地 另外一只脚向后踩出地 身体成一条直线 双腿成一条直线 腰部不要塌陷 腰部不要经常踏进 下巴要保持内收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保持五个呼吸 如果你的力量非常好 可以保持时间更长一些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 有练习到心乐式 我们看看 把心乐式和木板式 结合起来做一个组合的练习 再次让双手双膝来到地板上 右脚向前一步 身体稳定好之后 打开双手向上 保持稳定的呼吸五次 目光专注 完成后 三脚向后撤 来到最简单的木板时 保持专注的呼吸 呼吸 五次的呼吸之后 换了另外一只脚向前 到心乐式 整个动作过程 保持身体这种积极向上的 有生命力的感觉和状态 好 我们加蓝 到完整的木板式 整个身体呢 成一条直线 在腹部的这个区域 好像呢 你腹部有一个力量 能把提起一个小的杠铃 小的杠铃 或者是哑铃 把右脚向前带入 稳定好之后 打开到心乐式 身体像树一样 稳定而有力量 交换 木板式 每个动作呢 都可以保持五个呼吸 如果你的力量非常好 你可以保持动作呼吸 好 完成之后 向他站起 这个组合呢 把我们的腿部的力量 强化了 同时也强化了我们的腹部 我们的腹部呢 有腹横肌 腹内外斜肌 在木板式当中呢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那么这个腹横肌 得到强化之后呢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腰部 不容易受伤 那么在接下来的 这个星期当中 你可以一周练习三次 每一次的时间呢 大约可以二十分钟 从最简单 膝盖落地的姿势开始练习 简单的体式呢 你可以练习五到十足之间 那么后面呢 有强度的练习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的状态 坚持练习 每个动作都是大约五个呼吸 如果你的力量更好 可以保持更长的呼吸 如果想看更全的教学视频 请到公众者官方网站 想和公众的爱好者交流 请加入客户讨论群 也可以加入公众者官方微信平台 那里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分享